而如果是童馨担任重要角色 常常会有不一样的剧情温度 因为小朋友的视野 看到的人生角度也会不一样 那么十一位中刚刚上映 范文芳跟李李仁主演的 心灵时钟 这里面有两位童馨 谢飞跟余若晴 说哭就哭 让剧情超催泪的 也成功抓住了大家的心 爸爸呢 爸爸去哪了 爸爸突然过世 让全家笼罩在悲伤的阴影当中 一家三口如何面对亲人离世 走出负面情绪成为电影主轴 透过两位小童馨和范文芳的演技 让情绪堆叠深入人心 但是哭戏对童馨而言最难驾驭 就是想说 如果我爸爸真的 真的是过世去世了 我会觉得怎么样 会很难过还是什么的 两位童馨都有演戏经历 靠着假设性的立场 让自己快速入戏 在交游戏剧指导老师在旁协助 让童馨把角色情绪 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爸他去台北表演啦 这么也好啊 他去越久越好 我就可以不用听到吵架声音了 国片近期都靠童馨催票房 电影只要我长大 靠着三位小童馨自然的演技 撑起整部电影 其中的成语还因此入围 今年金马奖最佳新人奖 不过一说到国片的童馨 总是让大家想起这两位经典任务 我是世晓龙 我杀好少威 你杀 我看这次不用杀你 负责搞笑 炒热气氛 早期的国片童馨 走走挥鞋幽默路线 但为了增加电影情绪 找童馨演主角 已经成为借年来的风潮 让观众更容易透过他们单纯的思想 看见不一样的角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